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股市直击 我是淳子 今天那么很高兴是请到了来自药材证券的事务总监郭思智 郭先生来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大盘走势 郭老师你好 你好 那首先跟大家来跟进一下截至到目前为止港股的具体表现 那么截至目前横止跌93点 是暴在19959点 那么也是失守了这个2万点 那么国际指数呢 是微跌2点 是暴在8441点 那么郭老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势方面 那么港股今年开始之后呢 也是受到这个A股下跌的这样一个拖累 那么是由升转跌 那么横升指数呢 也是失守了2万点 那么目前是跌至19963点 那么跌幅呢 是在0.5个百分点左右 那么港股呢 也是踏入了这个五穷六绝月啊 那么所以预计这个大势的成交量呢 也是难以得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回复的 那么郭老师 你怎么看待港股接下去的走势啊 啊 还是比较偏淡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没有什么利好的消息 因为在五月份 一般来说 那个交头是比较小的 而且 刚好遇到就是A股 上升指数 今早再跌了2800点 就等于说 整个不断往下寻找低位的走势 又再一次出现了 对香港股市来说 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利好的信号 而且 大家要看到 今早恒指已经跌圈了 这个星期二的低位 19962点 而更重要的就是10天线 今天应该是跌圈了50天线 在移动线方面显示 整个股市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要是说 这个月的高位是3号的2061点的话 恐怕更低的指数还是在后面 现在看起来 环球的那个避险的心态 好像又再一次一点一点的升温 所以比方前来说 资金 我想这段时间 要是进股市的话 还是会比较保守一点点 当然 3月份股市是上升 4月份也是上升 股市已经过两个月的上升之后 其实到21654点 我们看到成交真的不算太多 基本上股市是没有一个动力在往向推的了 现在看起来 从那个4月28号的高位 21654点开启的回调的话 应该是慢慢发展 成为一个新的中级的跌浪 就等于说 股市还是会在反反复复复当中 往下寻找调整的低位 既然2万点已经失守的话 恐怕这个月的低位 应该在19500到19600点左右水平 当然了 下个月 6月份也是比较偏淡的 所以基本上 现在股市我想主要南筹已经出现一个 一点一点回调的走势了 其他的股份我想一个中短词之内也不会好到达边去的了 当然最重要还是看上升指数 等于说A股 今年的低位是2638点 这个防守是很重要 一旦跌圈 我想更低的指数当然还是在后面 在那个时候 香港股市也不见得会好到哪边去的了 那么观众大声来看一下各股方面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港交所 那么港交所也是公布了它的首季盈利 是二年下跌了9个百分点 那么到14.3亿港元 那么港交所经济的这个盈利表现肯定是不同去年的这样一个同期了 那么因为去年的4到6月的港股成交量 也是因为这个护港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急增 那么但是呢 现在这个大势的交投就非然是比较疲弱的了 那么虽然就即将可能说这个升港通会即将的开出 那么像郭老师之前也是说到可能会影响非常的小了 那么就要看一下在升港通公布之前 郭老师你觉得这个港交所的股价走势会是怎么样的呢 当然看起来应该是还是一点一点的不断往下走的 首先我们看到成交经验 其实来说从那个4月份到现在为止 成交一直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等于说现在一些利好的因素暂时就是出现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刺激 所以刚才提到的要是升港通真的是开放的话 我想刺激也很有限 当然内地的那个深圳的那个投资者是比较投机性的 恐怕那一分钟一些二千三千元的股份是会稍微会炒得比较活跃一点 可是总的来说带来的那个刺激很有限的了 现在看起来整个澳洲的股价从160块钱走水平 这个中期的反弹到2805块钱已经上升了45块钱 等于说已经超过了20多个percent了 这个反弹已经是差不多的了 现在再看看最近的走势 由于股价已经跌圈了10天20天跟50天线 等于说现在香港交易所的股价已经正在一个中期的回调当中 现在看起来一个月的低位本来是182块钱走水平 尽早已经失手了 下一个支持应该是退手到大概175块钱走水平了 要是中期来说我还是看交易所的股价最终还是会一步一步的往下调的 这个就是看基本因素 基本因素就是成交还是很低迷 这个显示在那个股价方面当然会做出一定的压力的了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一组数据了 是来自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 那么这份数据当中就公布了 上月汽车销售量是按年增长达到6.3个百分点 那么到210万辆 那么较3月是上升的8.8个百分点是有所放缓了 那么今年的首四月的汽车销售按年增长是达到6.1% 那么对于整个的汽车行业 其实目前来说新能源汽车最近也是在慢慢的崛起 也是非常火热的 那么对于这样一些汽车股份 郭老师你怎么样看待他们的前景 那么有没有一些股票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呢 相对来说汽车的板块 比起譬如来说资源还有其他的内房 我想还是比较好一点点 一年下来的新的汽车下跌的大概2000多万台 其实汽车跟内房不同的 内房你一住就可以住10年20年 汽车7年8年已经是差不多要换的了 所以在这个汽车方面还是有一定的那个数值的 对于汽车股来说这个会带来比较稳定的那个销售 可是要是出现怎么样的增长 现在就是真的是看不到 要是我做一个技术上的分析的话 我想现在看起来像175基里汽车 这个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因为它是一些低碳排放的汽车 内地的那个交税方面从10%下来到5% 其实最受惠的刚好就是那个1540以下的汽车 这个就刚好就是吉利最有利的了 其他生能源的汽车 当然现在见的比数还是不算太高 未来那个增长空间我想还是有的 可是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你一直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新能源汽车插电之后 只是可以走大概二八多公里 之后你又再要去插电 可是传统的汽车 你到油站去就是去日游的话 恐怕五到十分钟已经可以 运门已经可以开走的了 所以在用那些方面 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太足够的 不管怎么样 其他的板块在相对其他的板块来说 我想还是稍微可以看得比较好一点点 不过要是说有怎么样的刺激 我想真的是不会 毕竟从去年的那个上进指数 从去年6月12号的高位5178点 到今年的低位2638点 已经下降了49% 其实财富是蒸发了不少的了 我想对一些中高端的消费 像其切的 其切业来说一定会做成一定的压力的 怎么样也好 这个一定不会带来刺激的了 所以总的来说是平稳 对其他的板块来说 其切板块还是可以稍微偏稳一点点 可是要是说要好到哪边去的话 现在看起来也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的 感谢郭老师 跟我们做出的详境分析了 希望郭老师的分析 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郭老师之前我们所涉及到的板块 您是有持有的吗 没有的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